欢迎来到公伙者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一拳系统的G集装 G集装的练习要在养生装的基础之上练习 从耗费体力的情况下 养生装更轻松一些 G集装站起来要稍微会立一些 因为为了G集 对体质要求要更强一些 所以我们练习要从养生装到过渡到G集装 不能直接上来就练G集装 如果直接上来练G集装 因为身体不易放松 气血不易通畅 然后无法很好地去掌握这个要领 还得回头再来练习养生装 这就是等于走回头路了 所以说要从养生装到G集装开始 G集装我们也分多种 我们先示范一下G集的混元装 丁抹布站立的混元装 这个要求是前餐后期 这个步伐大家看着呢 就是养生的是这种平步的站立 然后G集的呢 是属于钉扒布 什么叫钉扒呢 就是又像钉子又像扒子 不钉不扒 所以叫钉扒布 也可以叫弓箭步 这样子在这个步子上呢 它的前后呢 就更加的稳定了 更加稳定了 比如说我现在想推它 它对头呢 它能够站得更稳 站得更稳 拉它呢 它也能够向后站得更稳 这个肩架呢 这个胳膊上呢 通过站养生刀以后 这个肩架呢 我这压是 是压不下去了 这明天叫 这是压也压不动 我拉呢 也这样拉呢 也拉不开 甚至上上挑呢 也挑不起来 属于这种 具备了这个前后左右 上下的这种力量 这就是站桩培养的六面的会员力 这个桩呢 它便于在散手的时候移动 比如说我们向前进 进 推 包括环绕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做的 如果是平步的情况下 它如果站在平步的 它计辑的时候 它不能说平步这样正面的向着对手 这样的没法打 所以说这步子要 要是 要采取的这种进八步 我们前进呢 后退呀 左右环绕啊 这种步子的调动 这是一是稳定 第二是便于移动 然后出手进攻 都可以运用上 比如说我们向外侧环绕 然后进行打击 再向外侧环绕 进行打击 这些呢 就是这个 这个步子呢 更便于移动和稳定 所以说 它是为了计击 训练的这个东西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站在平步下 对手要推我呢 对手要推我呢 我就是 哎 这个前后不稳定 如果我站成这种 钉麻布 对手一推我 一推我 哎 对方一推 你看这种步子 对手推我 对 咱们把对窗给拔出去 就是说这个步子 要练习到这种 才能达到计击的效果 好 关于计击装 我们就介绍到这 咱们把对手推移 来 词